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按照活泼的生命的精度 我们要来看四十记 四十记第一章第一节说 约书亚死后 所以四十记所记载的记录的内容 是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撒摩尔 或者甚至是扫罗的王朝开始 那么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说有两个年代 那时候我们取的是比较早的年代 所以如果从这年代来看 约书亚死的日期 学者会把它定在西元前1390年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1050年 大概是撒摩尔那个时候 1043年就是扫罗做王的时候 所以四十的年代日期 大概有这几百年 作者传统认为应当是撒摩尔 在王国开始就是以色列王朝 王又开始有立王 比如扫罗大卫 这个初期写成的 可能是西元前980年写成的 那这些资料是怎么来呢 很可能是当时候 因为四十 四十原来的意思是审判官的意思 那刚才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说约书亚死后 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那个战役战争 在各地打仗 有一些地方攻取 有一些地方还没有打下来 所以在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 没有像摩西约书亚这样的领袖 所以各个支派有各个支派的组长领袖 这些人起来做他们的审判官 做试试 所以这些资料是从这些各个支派 他们的这些口述 或者是一些记录 把它编辑成为一个记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作者 如果是上摩 他在收集编转这些资料的时候 他特别也做了一些安排 那么四十记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对整个上帝的心意 或者对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 有多一点了解 其实四十记不容易读得懂 因为我们不太知道 四十记的这一块 这一部分的记载 是在称赞 还是只是平铺直述客观的讲 还是他是在贬义 因为四十记的记录 他就是把当时候的历史 把它写下来 在字里行间 比较没有看到 这个作者做的一些评注 有多少有一点 但是你比较没有直接看到 作者把它判断是是或非 所以很显然 如果作者是上摩 他或者说编辑的人 他就是想要把四十记的这个历史 他的内容完整地呈现 然后让读者来自行来判断 让读者自己来思考 所以四十记我认为 他是需要多读几遍的 因为你每一次读 你会再看到不同的细节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试着做一些归纳 做一些分析 也试着把这个作者 他背后试着要呈现的信息 我们试着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金卷 求神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 今天的进度会在四十记的第一章 一到十节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 我们再回顾以色列人这一段的历史 留意他这里讲是在一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摩西不在 约书亚也不在 摩西在的时候 大家当然就是来听摩西的带领 很简单 摩西去寻求神 要打仗就打仗 要往哪里走就往里走 盖造会幕就盖造会幕 摩西死后有约书亚 以色列百姓他可能也会担心 可以吗 约书亚可以承担吗 约书亚自己也担心 当然上帝应许他 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怎么样与你同在 果然上帝借着约书亚也打了一些圣仗 所以人民开始认同约书亚 是他们的带领者 可是这个时候 约书亚也死了 约书亚死了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没有另外一位是十二支派共同的领袖 可能是已经进入迦南 已经分了地 我们会在影片下面的文字说明会附上十二支派分地的连结 还有第一章在这个攻打各地的这个地图的连结给大家 那可能是已经分地了 所以就有一点点十二支派各自管理的那个味道跟概念 就是不需要有约书亚这样统一的带领的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各自派的主要的首领就是所谓的士师 那士师记里面也记载了十二位士师 那么这十二位士师是抵抗不同的外族敌人 对他们的攻击 那在士师记里面我们要去看的是 他们没有了领袖 没有了摩西 没有了约书亚 那他们现在能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 活出以色列这个独特族权 立约百姓的这个信心 对神的信号 那么我们就来看神的应许 我们也来看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应许 所以当约书亚死后 这里看到是一个很棒的正面的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 看起来他们在这个时候应当也明白 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 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进来 所以约书亚死后 这一群以色列人 他们仍然继续信号神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呢 这个很多的背景没有交代 也就是说当时候约书亚已经带领他们进入迦南 可能一些地方已经攻打下一些地方没有 那现在这群人聚集在哪里呢 学者说很可能在吉甲 那就是耶利哥城附近的一个座城 很有可能 但不是很确定 所以他们现在聚集 要继续得地为业 那他们在这时候求问神 很不错 他们不是说 哇 约书亚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鸟寿山 没有 因为他们已经得了一部分的土地了 那现在就继续得嘛 继续打仗啊 所以他们就回来寻求神 因为摩西已经设立了祭司的制度啊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祭司来寻求神的心意 寻求神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阵战 那上帝应许他们啊 因为神应许他们要夺取这个迦南地 所以他们在这时候来求问神 神就回答他们 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其实早在前面呢 上帝早就已经应许了 你们不要怕 我已经把土地交在你们手中 那上帝在这里的回答 不仅他们只问说 谁要先去 应当可以回答 犹大就好 可是神却说 犹大先去 而且神还说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这是再次重述上帝的应许 第三节 犹大对他哥哥西勉说 请你同我到免旧所得之地去 好与迦南人争战 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免旧所得之地去 于是西勉与他同去 第三节 如果我们仔细读 有一些人你应当会觉得 哪里怪怪的 因为他们来寻求神 神就跟他说 犹大当先去 结果呢 第三节我们预期的是 犹大 起来 按着神的吩咐 去夺取 所得之地 但是犹大却没有 犹大先做什么事呢 犹大就先去找西勉 西勉足的 说 请你同我到免旧所得之地去 从人的角度 当然人 打仗人越多越好 可是我们说 世事记他很特别 他在写的时候 他就把一些信仰的危机 灵性的危机 把它放在一些文字的描述里边 有些学者认为 犹大这样做其实蛮合理 因为西勉的地 就是在犹大地的里面 他找他是蛮合理 可是呢 我想有些学者也发现 不尽然是如此 因为事实上上帝说是犹大 其实只要犹大去 绝对就可以拿下了 所以这个第三节的这个描述 其实是刻意 作者刻意要做一个矛盾 神说犹大先去 人说我要找西勉一起去 这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软弱 所以世事记他其实很隐藏的 把以色列人的失败 跟他们信心的瑕疵 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当然他找了这个西勉 他说请你跟我去 那以后我也同你到你 研究所得知地去 你帮我打我也帮你打 等于两族的人说好 于是西勉与他同去 犹大就上去 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西人 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赛击杀了一万人 这是一场很大的胜利 看起来神祝福 因为神应许 所以当他们求问神 神就回答 而且重申他的应许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虽然犹大 他在信心上有一点退让 他先去再找了西勉 跟他一起去 神仍然应允他 把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中 大大得胜 然后击杀了一万人之后 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 比赛 亚多尼比赛应当指的就是 这个比赛的一个王 与他征战 与他征战 杀败迦南人和比利西人 亚多尼比赛逃跑 他们追赶拿住他 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 那么按照上帝的吩咐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圣章 所以你会看到 以色列百姓顺服上帝的命令 然后在某一块 又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 所以你会感觉到 信仰道路上 就是 我要我要走 可是在某一块 又有瑕疵 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吩咐人 这样对待战俘 上帝从来没有吩咐人 你要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砍断手脚的大拇指呢 因为第七节 亚多尼亚比赛自己说 从前有七十个王 可能是当地的这些组长 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 在我桌子底下 拾取零碎食物 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 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赛 带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在那里 这个王呢 他本身就是很残忍 所以 他把打圣的这些组长 或者王来 就砍断他的手脚 的大拇指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手砍断 他不容易拿武器 不好完全拿着 另外很多时候 这些组长 这些王 他们也担任 祭司的角色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因为身体的残缺 他们就没办法 担任这个祭司的角色 脚的大拇指 被砍下来 他没办法跑 所以他只能很 苟延残喘的 在那边拾取零碎的食物 这个做法是迦南人对待战俘的做法 可是你看到 还没有 在 还没有开始 以色列百姓就已经学了当地的迦南人对待战俘的方法 迦南的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渗透进以色列百姓的心 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 要怎么样对待这些敌人 迦南人 神已经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 在创世纪15章 那里就已经提到 上帝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去悔改 可是他们罪恶满盈 后面我们就会提到 他们的恶是如何的恶 把自己的儿子献上金火烧恶或者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残忍 像在这里讲到 他们是这样对待战俘这些王 在旁边拾取他掉落的食物 来彰显他是多么的英勇 可以打败这么多的敌人 可是我们就看到 以色列百姓信靠神 可是又有另外一方面是他们信仰的瑕疵 世纪在读他的难就难在这儿 我们自己要能够把它找出来 所以本来神是要 以色列百姓胜善 全部消灭的 把以色列人迦南人全部消灭 可是现在 他们却按照迦南人的方式 这样残酷的对待这个王 第八节 由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将城攻取 用刀杀了城内的人 并且放火烧城 这个是按照上帝的方式 这是一个圣战 上帝借着以色列百姓 来清理罪恶 来除灭罪恶 后来由大人下去 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 这个高原应当翻译做丘陵 比较合适 由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塞亚西曼踏买 这个应当念踏 踏伐 踏伐的那个踏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 亚巴呢 是亚纳族人的始祖 这个是在约束阿纪15章13节那里提到 那基列亚巴 意思是亚巴的城 那亚巴呢 亚纳族就是巨人的意思 所以这里讲上帝大大的祝福 因为神应许 我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所以这里谈到 以色列人的大大的胜利 杀了士塞亚西曼的踏买 这三个亚纳族的领袖 族长之类的 我们今天的进度 就是到这里 我们在读四世纪 过去我们不容易读懂 是因为我们不太能够判断 到底作者是要包还是扁 其实这个是读自己看 我们会看到作者 他其实是刻意 其实这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信仰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也好像以色列百姓那样 比如说我在大学时期 辅导请我上去带敬拜 那么我就想带敬拜 哇 是带领弟兄姐妹敬拜神 这是非常非常 这个神圣荣耀的事奉 带敬拜是服事神 可是我在带敬拜的时候 我却有一份诗心 那个诗心是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 让弟兄姐妹 让辅导看到 其实我很有恩赐 可以明白吗 我们的信仰 好像也是跟四世纪 这里所讲的一样 我们的信仰里面的 对主的根学 总是不能够完全 我们对神的信靠 总是不能够完全 我们想要上帝帮助我们 同时我们也偷偷的抓 靠着自己 我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要努力 而是我们好像什么都抓 我们并没有真心诚意的 全然倚靠神 顺服神 然后让神来带领我们 去努力 我们是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 加上祷告 这样子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 四世纪要呈现一个 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信靠的不完整 做门徒做一半 其实也是在反映我们的生命 作者刻意 好像一个隐晦的表达 其实我们生命的那个私心 那个不完全的顺服 不完全的信靠 它也是隐藏的 不太容易人家看出来的 可是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求神光照我们 后面我想我们会更精彩再谈这一点 不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生命里面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我们的信靠是不安全的 我们的跟随是一半的 我们对神的顺服 是有实行 有瑕疵的 当然我说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求神光照 我们慢慢的调整 愿意改变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您给我们四世纪 但是主我们自己 在读四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也很受冲击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隐藏的 不容易被发现的 这个虚假的跟随 半吊子的顺服 主啊在台面上 我们都很敬虔 在人面前 我们都很敬畏 但是主求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 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 没有办法全然的顺服你 没有办法全然的信靠你 主啊你打发犹大 上去得地为业 他仍然自己盘算 用自己的方法找了西面 主啊我们的生命 不也都是如此 你应许你要我们做这个 我们却自己又盘算 要加上那个 主求你是恩怜悯 从今天开始 借着四世纪 不断不断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独安四世纪 我们生命越发圣洁 我们越发的敬畏 越发的警醒 活在你面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